这台华为灭台湾尼普罗是一个粉丝寄过来回收的500块钱的这么一个价格 它是已经可以更新鸿蒙3.0的这么一个系统的 加上这个麒麟980的处理器 日常使用起来还是非常流畅的 像咱们经常玩的吃鸡或者玩者荣耀的话 都是可以在超高画质下流畅运行的 这是一台6加128G内存的机器 这台手机它有多大的实力 我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照相的这么一个功能 是不是很多人认为500块钱拍不出来什么好照片 它是有管脚的 大家有没有看到 再给大家看一个非常惊奇的一个东西 超级危惧啊兄弟们 是不是非常的清楚拍摄 给大家看一下 一根一根的毛都给你看得清清楚楚 这要是换了苹果12系列 是不是现在已经糊了 要知道这可是一台500块钱的手机啊 莱卡的实验头 这个才是它真正的这么一个实力 最主要的是这台手机搭载了一个双全面屏 而且它是一个2K的这么一个分辨率 屏幕显示效果特别的棒 我这台的话就是右上角睡的一点 但是触摸没有任何影响 如果不睡的话 正常价格应该在700块钱到800块钱的这么一个价位吧 这台手机还有什么亮点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无线充电 红外NFC都是有的 这些功能应该现在很多旗舰机都没有配置的这么一个功能吧 对不对 这台手机大家看一下 最后说一下它这个颜值 我感觉是一点都不丑的 要不然Mate 50也不至于去继续延续它这个外观 是不是最后再给大家看一下的这些手机 在这个价位简直就是乱杀了这么一个存在 感谢观看